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佛不读无缘之人》 诸位要想的 有缘就是中国人所讲的好学 好学就是有缘 这个经论里面常讲 受持读诵 为人引书 这个人就有缘 如果是受持读诵 不为人引书 这是小乘 为人引书 肯帮助别人 这是大乘 可是诸位要知道 如果没有下面这四个字 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呢 不能 为什么它是小乘 西方极乐世界 小乘种不散 那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老阿公老太婆 念佛往生锐向西游 他没有为人引书 他怎么能往生呢 我们要想的 他是没有语言 为人引书 我们今天讲的是 他不具这个条件 他不是没有心愿 他有心愿 他没有这个条件 他能往生 有这个条件 没有这个心愿 不能往生 每一个往生的人 都是大成心 都是大菩提心 念念要帮助一切众生 虽然不能给人讲经说法 遇到人都劝他念阿弥陀佛 真心了 不可以说 遇到人理都不理 我自己念阿弥陀佛 不管他 我到极乐世界去 他们就堕落 这个人不能往生 逢人都劝念阿弥陀佛 这个人就是菩萨